嗨,欢迎收看《谈命未知世界》,我是杨阳 难道外星人还没发现地球的存在吗? 如果发现了,为什么他们到如今还是毫无动静呢? 相信不少小伙伴都曾幻想过电影里面的情节 外星人的飞碟从天际降临,然后他们早就对地球的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 然而不少学者都认为,如果外星人已经有能力在宇宙中发现地球的话 估计他们的技术和能力已经远超人类了 如果他们真的有能力登陆地球的话,那么他们想要入侵也就是分分钟的事 如果外星人真的存在,为什么还没有登陆呢? 曾经有过不少的猜测,有的认为外星人登陆地球就连最基本的细菌都无法防御 至今无法踏足地球 也有人认为或许是地球的气体环境对外星人来说是致命的 但杨阳想说的是,如果外星人有能力登陆地球,上面的那些问题是一个问题吗? 因为根据人类的观察,最近的文明也需要在17万光年以外的地方出发 也就是说,即使外星人以光速飞行,直线飞行,也要17万年 有网友就提出了第三种观点 外星文明刻意忽视了地球 地球的一切,其实他们早已看在眼里 但因为某些原因,地球并没有引起他们接近或者征服的欲望 反而对地球采取了手动视而不见的做法 这对于文明来说是一种幸运还是一种不幸呢? 有网友认为,丛林法则在宇宙每个角落都适用 两个文明侠路相逢勇者胜 另外又有人说 既然外星文明都已经进化到了那个程度 应该早已经超脱了那种弱柔强食的生活 但无论那种情况 都需要我们先真的找到外星人再说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关注《太密未知世界》 留言与我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了